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呢,冬至节啊,是不是在中国传统节日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 这一天呢,大家都是在包饺子,吃饺子,对吧? 有一句话就说,冬至大炉年,他为什么又说是冬至大炉年呢? 其实我也不了解,大家一年的开始究竟是哪一天呢? 现在好多人呢,是以原来2016年,这个是功利时间为止。 因为世界通用嘛,对吧?因为世界皆鬼,咱们呢,现在是说一下冬历吧。 冬历,咱就说,哎呀,宋四兄啊,你太那个啥啦。 这不太容易了吗?我们都是大年初一是第一天嘛。 对吧?大年初一是一年的开始嘛。 实际上,实际上大家呢,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这是为什么你以前啊,和大家聊过八字。 就是传统文化里边的一种预测树。 这个八字是怎么排呢? 就比如说,你是属羊的,马上呢,要到来的就是猴年。 那这个属猴的,一哪天开始分界,它又是属猴的呢? 大家想啊,一定是大年初一开始才是属猴的吧。 这还要问吗? 其实呢,属猴的呀,是从二零一六年的立春开始,就是属猴了。 冬至,之后呢,咱们说冬天的几日,冬雪雪冬,小大寒。 冬至完之后,应该是小寒大寒吧。 小寒大寒之后就是立春。 立春这一天,无论是在大年初以前,还是大年初以后,都没有关系。 它都是二零一六年的真正的开始。 比如说你的属相,是以立春那天为分界的。 就说你属什么呢?必须立春为主。 但是这个冬至的节日啊,在台湾很多学派里边呢,看到很重要的。 多重要呢?和立春等同。 春夏秋冬,立春为一年之时。对吧? 很多的学派就是说,这个属相是以立春开始的。 但是呢,台湾有很多的传统学派以冬至为一年之首。 就是这个属相呢,从冬至开始这一天算起,就是属猴了。 这是台湾的那些学派的。 人家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以前跟大家聊过八卦。 八卦里边是阳极声音。 比如说,天卦里边的任何一个摇动。 这个摇字怎么写呢? 就是两个八卦。 上面一个八卦,下面一个八卦。 任何一摇动,只有其中的一个。 它变出来就是,最下边是大姑娘。 中间是二姑娘。 再上面一边是小姑娘。 这叫阳极声音。 其实呢,季节当中也是物极必反的。 比如说冬至。 冬至这一天呢,白天最短。 黑夜最长。 黑夜最长。 这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夜。 这是个阴极啊。 阴极之后怎么办? 就开始一阳声。 大家过年的时候呢,都会贴个对联。 有个对联写的是一阳福始。 外向更新。 一阳福始。 这个一阳福始啊。 严格来说是从冬至开始的。 阴极则阳声。 今天是一年当中,黑夜最短啊。 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 但是呢,你会发现从今天开始。 每天的黑夜都会变短。 白天都会增长。 我觉得白天的太阳带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直到呢,明年的夏至那天。 对吧? 变成最长。 开始呢,夏至一年开始变得阳极声音。 从夏至那天,白天变得越来越短。 黑夜变得越来越长。 那自然是非常的玄妙的。 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 物极呢,则必反寒。 就好像学佛一样。 任何东西,你都不可以只做语气象。 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就不尊重这个外向。 每个人呢,修行过程当中都会经历。 只要好好地学佛,念佛。 又不可过于太执着。 佛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聊。 佛法。 佛法,严格来说,它类似于药。 对证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病。 这八万四千其实就是犯者。 在众生需要这个药的时候, 就咱们世间呢,你还没有证果, 还没有成就。 你就必须要这个药。 这个时候呢,你呢,看是哪种药对你的证。 你当然呢,要好好地吃,好好地念。 对吧?要治疗自己的病。 当自己的病好了, 也就是你已经证得了果味。 请问,你要这个药还有没有用呢? 这个时候呢,这个药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 你见哪个健康人每天在吃药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陀告诉大家,不要执着于法门。 不要执着于这个法门,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源。 这种梦幻泡源是针对于谁说的呀? 是针对人家已经证得了一定的果味。 一定要明白当时佛讲经时候的语境。 人家当时听这股经的那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 认得了什么样的果? 你根本呢,就没有达到人家的层次。 如果每天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源。 那你就是自欺欺人了。 一顿不吃就饿死你了,你还以切有为法呢? 如梦幻泡源。 那饭不是也是如梦幻泡源吗? 你不吃能行吗? 一定要讲究的,就是说佛讲经是应激说法。 在什么样的根器,什么样的众生, 就是他面前有哪些人在听经? 对应的是哪些人?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门来对治他们的习气? 这么说,佛呢,就会讲什么样的经? 所以啊,学佛诵经,却不可人云云云。 法门平等,就是说在治病,救人, 但是,啊, 度人方面它其实是平等。 为什么? 度化不同根据的。 你说感冒药就是差的, 癌症药就是好的。 但是你拿癌症的药去治感冒, 它治不了。 你拿感冒也治癌症,也治不了。 对吧? 那是不是各有所对症啊? 既然各有所主,你就不能说, 治癌症的药就别治感冒的药。 是不是啊? 这是佛门内部的法门,是如此。 那是不是佛法和其他的宗派, 比如说正教的法门, 道家,儒家。 其他的法门,当然是正派的法门。 你能不能说谁高谁低啊? 好,佛法非常的圆容。 但是呢,你不能呢, 去评判谁高谁低, 唯武独尊。 你说佛法最大, 那道家的师兄朋友们, 人家会答应吗? 你说道家最大, 那儒家的师兄朋友, 人家会答应吗? 你说如是道最大, 人家耶,耶,耶稣, 就是那边的宗教, 人家会答应吗? 所以说,各有各的特点, 都在各自的特点上, 是第一。 比如说当时佛法里边说, 这个人是神通第一, 对吧? 那个人是智慧第一, 各个遵守自己的第一, 不拿自己的优势, 和别人的劣势相比。 对吧? 每个人都有各自第一, 就行了。 你不能说, 他是神通第一, 他是神通第二, 他是神通第三, 这样子比的话, 就会干嘛? 就会引起战争。 佛法内部时, 要将佛法心比点, 升战胜。 那佛法外在的, 其他宗派和佛教之间呢? 也应该互相赞叹, 赞叹对方的优点, 不要于己之长, 与对方之短相比较。 多看对方的优点, 别看对方的缺点。 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是啊, 夫妻双方, 媳妇就做饭好, 做饭第一, 老公赚钱多, 老公赚钱低。 好了, 各自第一嘛, 这样就不讨价。 你又是说, 哎呀,这个媳妇啊, 是她做饭第一, 那我就是做饭第二。 哎呀,心情不重。 我挣钱第一, 媳妇你不挣钱, 我挣钱第二, 她不挣, 对不对啊? 你, 你把她那个第一 给输起来就行了嘛。 各自都是第一, 因为, 就说这样子的话, 才能看到对方的优点。 这样你不就圆融了吗? 自己的小家庭也圆融了, 宗教内部圆融了, 整个世界上呢, 中派种族之间也圆融了。 那不世界就和平了吗? 对不对啊? 大家要想亏这个理啊, 一定要明了这个理。 总之, 多给, 多看别人优点, 把别人的优点呢, 就是说, 学习, 赞叹, 赞叹。 别人呢, 也会赞叹你的优点。 互相赞叹,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何必要互相指责呢? 好, 刚才给大家聊阴阳中间呢, 又颜色的多了去了。 有些师兄问了, 宋师兄啊, 你讲阴阳, 这个阴阳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啊, 阴阳的用处是很大的。 但是呢, 今天, 时间的关系呢, 进去一个两个例子, 给大家分享。 就好像昨天用八卦来破译鬼吹灯一样。 大家都见过民间的老人说, 哎呀, 这个小孩呢, 就说, 我一看肚子呢, 就知道他怀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 对吧? 要想知道这怀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 只要看肚子, 就能明显出来。 这是怎么看的呢? 这里啊, 就要给大家体现一个事情, 就是阴阳。 人的背部啊, 是属阳的, 人的胸部, 是属阴的。 哈哈, 大家看那个, 去底里边老做以前的人, 看是不是背部的, 在这太阳啊。 胸部呢, 是对着地, 对吧? 一个天, 一个地。 所以背部, 它是属阳的。 但是这个属阳呢, 它又在现实三国中当中呢, 怎么体现呢? 大家知道啊, 就说, 看过佛教故事里边, 一说, 诶, 男子, 女孩呢, 来投胎的时候, 小婴儿, 如果是, 这个小婴儿, 在中一生期间, 或者投胎的时候呢, 看见, 喜欢妈妈, 她, 投胎来的, 那肯定是哪里孩儿? 如果她喜欢爸爸, 她投胎来的, 就是女孩儿。 这是佛陀当时, 呃, 讲的。 呃,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男孩儿和女孩儿呢? 是不是都是喜欢爸爸和妈妈呢? 呃, 也不一定啊, 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也有少部分, 呃, 是其他的因缘。 啊, 这个不太重要, 咱们关键是要看。 你怎么能看出这个人怀孕, 是男孩儿, 是女孩儿呢? 哈哈,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又需要用到营养了。 男孩儿, 在母亲的肚子里边, 我给大家说了, 是不是背部属羊啊? 好, 背部属羊, 那男孩儿是不是也是羊啊? 大家平时就聊。 哦, 这个男子, 羊刚。 对吧? 羊光。 羊性是主。 非常具有男子汉味道, 这是羊。 一般, 像男子他是怎么一个投胎方式呢? 在肚子里边。 啊, 他是背部, 对着妈妈的肚皮。 因为呢, 背部属羊, 他要背部替妈妈的肚皮。 背部替妈妈的肚皮的话, 小屁股是不是也就传过来了? 啊, 这个时候发现, 啊, 这个孕妇呢, 肚子呢, 就显得比较尖一些。 比较骨, 肚子比较大一些。 好, 一下,哦, 这是男孩儿。 那女孩儿偷胎呢? 女子属阴, 女子属阴, 阴柔之美嘛。 男子为天, 女子为地, 既然女子为阴柔之美, 那女子是什么呢? 女子是脸朝着妈妈的肚皮。 也就是, 胸部是朝着妈妈的肚皮的。 因为胸属姨嘛, 背属羊, 胸朝妈妈的肚皮, 那小屁股在哪儿啊? 啊, 小屁股肯定不是挑着妈妈的肚皮上, 对吧? 你这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 女子怀孕期间呢, 肚子没有那么大, 发到屁股变大了。 这个时候发现, 哦, 是女孩儿。 这有多大整确地露啊? 啊, 这有百分之八就是。 还有部分的, 不是因为, 呃, 喜爱, 呃, 自己的父亲, 或者觉得喜爱自己的母亲, 投胎也特别远。 这种状况呢, 会有所差错。 这也是大自然的造化呀。 即使你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你, 又不让你完全掌握。 干嘛? 完全掌握了, 重男轻女啦, 算一个女, 看见是女孩儿, 不对, 这也命下这个女孩儿, 不要了。 或者家里边呢, 生了一队男孩儿, 就想要一个小姑娘, 一看这又是男孩儿, 又大。 所以说呢, 就像在人体的笔钞一样。 啊, 虽然它有百分, 百分之八十的准确度, 但是也有五差。 哎, 所以让你每个人都, 心里边儿, 嘀嘀咕咕的, 让你充满了希望。 啊, 有的时候呢, 在失望当中, 给你一束火花。 在希望当中, 有可能泼你一头冷水。 。 世界, 很奇妙的哟。 这是人生。 连人, 有人生, 那就有人死, 对吧。 我丝毫不在故事里边, 避讳的。 话说, 啊, 喜欢游泳的, 啊, 或者在河边, 海边, 密网的人。 你怎么能辨别他的性别呢? 你说,哎呀, 师兄,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头发短的, 男的, 头发长的, 女的。 呵呵呵, 啊, 就是一次方法啊, 啊, 其实还有很多呢, 你说, 男的女的穿的衣服不一样的吗?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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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一时衣服已经很难站住哪里的界限了, 啊, 当然, 还是有明显的啊, 啊, 比如说, 如果啊, 就没有穿衣服呢? 都游泳去了吗? 或者衣服已经被冲跑了呢? 又怎么去辨别呢? 或者你根本不在跟前拿着望远镜呢? 其实, 还有变得方法呢? 刚才大家聊了吗? 如果, 背部属阴, 属阳, 胸部属阴, 那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变变了。 男子属阳, 女子属阴, 是不是啊? 那, 你拿望远镜一看, 如果, 在逆亡的那个尸体, 是背部朝上, 面趴下在河里边或者湖里边的, 那这一定是个难的。 就死亡之后, 背部朝上。 如果逆亡之后呢, 是头部朝上飘在上面的, 那一定就是女子。 这个臭不了。 这个怀孕可是不一样。 大家可以呢, 去验证, 只要是背部, 溺亡之后背部朝上的, 还在嘴上飘的。 不是冲到河边, 被其他那个障碍物障碍住了, 恰恰擦住了, 那个导游可能变错啊。 你要只要是在周围没有障碍物, 直接飘在水上的。 那一定自权。 那一定自权。 这就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功。 是阴阳。 阴阳。 咱们中国古人的文化, 远远不及于此。 这是今天呢, 仅仅是阴阳的一个小小的展现, 让大家呢, 理解一下阴阳的运用。 其实, 阴阳的运用范围, 非隐藏之大。 如果真要讲起来, 讲个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你也讲过。 因为你时时刻刻, 都在接触阴阳。 与阴阳难以分辨。 与阴阳呢, 就根本就无法分裂。 白天阳, 夜晚就是阴。 对吧? 夜晚里边有月亮的时候那是阳, 没有月亮的时候是阴。 亮的时候是阳, 暗的时候是阴, 男的养女的阴。 对吧? 一切呢, 都是阴阳。 所以说, 你永远不可能有阴阳分裂。 当然, 这是一种情况啦。 你要是出了六道是法界, 那个时候呢, 进了一针法界, 那个就进了一份法, 就是一针法界, 那就没有二元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全体啊, 咱们在这个六道以内,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能阴阳平衡, 原来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阴阳循环和睦。 哈哈, 这个身体阴阳平衡了, 它就健康。 家庭阴阳平衡了, 它就夫妻和睦。 好, 这就是这样子的。 好吧, 又讲多了, 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 非常感恩大家呢, 每天来听老宋讲故事, 楼心呢, 与老宋相约。 感恩感谢大家, 也期待作为师兄呢, 我们将小故事呢, 分享到朋友圈, 及各个渠道。 那更多的家人, 朋友能听到小故事。 度化一方众生, 法故事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尊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也愿将讲小故事的功德呢, 回向给诸位师兄, 这些家人, 愿大家人人都是幸福, 健康, 家庭和睦。 愿大家家和万事心。 阿弥陀佛。